轩轩柔击败正创龙霄林,直到谭云将其击杀 说起来虽多,实则却仅仅不过过了片刻 此刻一亿五千万仙兵全被吓得几乎魂飞魄散 其中一名仙将更是生死礼节 所有人听令,分散逃命 活下来的,前往龙云,云兴仙城 将龙云少成主之死,还有胡啸大元帅的死告诉他们 顿时,所有仙兵冲天而起,急速朝四面八方奔散逃命 谭云环视逃命中的仙君 他不含一丝感情的冷漠之声,清晰地传入每一个人的耳中 你们其中的下等仙人,若两日前逃走之后,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我谭云定会饶过你们 可你们千不该万不该,有全土重来 既如此,那你们都该死 谭云幻音方落,便将灵霄道殿罩了出来 老元,大块头,摩尔小白,八大族王,随我上 说吧,谭云便一马当先朝敌军杀去 十二兽飞出灵霄道殿,一队逃命中的敌人展开了无情的杀戮 城楼上的沈苏兵等人一时纷纷出手 逃,逃不掉就躲起来 你不要杀我了 惊恐求饶之声,阴绕苍穹久久不散 血雨腥风之中,一句句尸体坠落虚空,砸落在雪地之上 杀戮逃亡,就是此时此刻的代名词 接下来,整整两个时辰的杀戮 众人知道苍穹中再无一人,这才返回玄园仙城 一亿五千万仙人都被涂入一空吗? 不,并没有 一名身为上等仙人的副将 在当初玄园柔重创龙霄灵之时 便悄无声息钻进了弟弟 此刻,这名小矮子,贼没鼠眼,皮肤有黑的中年人 体表玄绕土之炼仙之力 像钻山鼠一样,在漆黑的地底急速穿梭 同一时间,轩辕圣山之殿 轩辕柔释放仙石,笼罩城内仙民居所 旋即天来之音,清晰地传入每一名仙民的耳中 我是城主轩辕柔 现在来犯敌人,已赶尽杀绝 你们可以出来继续安居乐业了 此言一出,众多仙民和仙兵纷纷从地底飞了出来 一时间,激动的欢呼声,感激声即是冲碎云霄 每个人都尽情享受着重生般的喜悦 这时,轩辕柔的声音再次响起 众所周知,我们轩辕仙城一直以来并没有大将军 不过,现在有了 他就是本城主的未婚夫,谭云 今日起,便是我城大将军 他的命令便是本城主的命令 仙民们听到昔日谭老板是如今的大将军 而且竟然是城主的未婚夫 现实一乐,紧接着,功课之声便响彻云霄 轩辕圣山之巅,轩辕浩空慈爱地看着谭云 云儿,柔儿父母死得早 今后你可要好好待他呀 啊,谭云重重点了点头 此时,轩辕柔深情地看了眼谭云 轩辑,又慕涵歉地看向沈苏冰等谭云的七位七子 还不待轩辕柔开口 沈苏冰便上前一步牵起轩辕柔的手 不用说对不起,你喜欢谭云 谭云也对你有情 我们七姐妹不介意的 对,沈姐姐说得对 公孙若曦在一旁嬉笑出声 谭亭仙儿,唐沐亦,唐欣盈 四红十摇南宫玉沁一时点了点头 而此刻,谭云的七位七子并未发现 冯卿诚转身背对他们时,眉眸中有泪光闪现 委屈,冯卿诚感觉自己真的太委屈 他不声不响朝风天下走去 一边走一边垂泪 而薛紫燕则抿着嘴唇,泪水在眼眶中打转 一颗芳心充满了深深的怨气 沈姐爱了她那么多年 她从来只当我是小姨子 却对一个认识没有多久的女人动了情 这算是哪门子是吗 紫燕,你怎么了 没,没什么 我只是觉得 姐夫和城主有情人终成眷属 而开心感动 傻瓜 那你也不能哭呀 唐梦已将薛紫燕露在怀中出言安慰 这时候,公孙若曦忽然向谭云传音 谭云,清澈下山了 她心情好像不好 你快去陪陪她吧 公孙若曦之所以传音 那是因为她清楚 昔日一代女皇冯清澈一直深爱谭云 谭云闻言望着下山方向 只见一席黑裙的冯清澈 留给自己一道孤独的背影 消失在仙气弥漫的树林之中 谭云宠公孙若曦点点头便瞬间消失 仙气营绕的密林里 冯清澈依靠着一棵大树 布下了一处隔音结界 难难自娱 她或许已经忘了 当初 我和她在清清河畔的约定 她知道我爱她 她也说过 让我给她爱上我的时间 可是 可是这么久过去了 她都没有和我说过多少话 这也就罢了 她却和轩月柔这么快在一起 我的心 真的好痛 清澈 对不起 让你久等了 就在冯清澈闪然泪下之际 身后传来谭云的声音 冯清澈不由娇曲一颤 默然回首 但见谭云已经朝自己走了过来 冯清澈抹去眼角泪水 冷冷地看着谭云 我现在不想看到你 你走 你走啊 我不要你同情 谭云深吸一口气 不理冯清澈推开自己的双手 张开双臂 再度将冯清澈死死涌入怀里 清澈 谭云 我冯清澈爱了你这么多年 至于多久我都记不清了 我拍了这么久 希望你能爱上我 可是 你怎么能多有一次次视而不见 然后和薛云柔在一起呢 她没我承认 可是我呢 我冯清澈就不美貌 我自问论美貌 我不属于任何人 我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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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爱上你昔日的敌人 也不愿意接纳我 谭云紧紧抱着冯清澈 我没有对你一次次视而不见 在你闭关的这么多年里 我时常释放现实 静静地看着你 真的吗 谭云看着泪眼汪汪的冯清澈 重重点头 我早就想好了 等我复仇之后 我便在鸿蒙神界 为你举行一场轰轰烈烈的成婚典礼 让诸天万劫都知道 你冯清澈是我的女人